水汪汪的眼睛 小小身體布滿白色花紋的 馬來莫寶寶 就像深褐色的小西瓜 超級可愛 馬來莫莫莉 在10號晚上10點16分 平安旦下一隻小寶寶 母女君安 也讓來自捷克布拉格 動物園的莫克成維厄寶爸 兩年內洗得一子一女 讓台傑聯姻 順利湊成一個好姿 開會是離動物園 這幾天的密切觀察 發現馬來莫寶寶 已經可以自行站立 還能順利喝到母奶 也讓園方放心不少 只是大家好奇 小寶寶的長相 怎麼跟爸媽 莫克和莫莉 黑白相見完全不一樣 但千萬不要懷疑他的身世 是馬來莫寶寶 在野外生存的保護色 園方也說再過兩個月 就會慢慢轉變成 跟爸媽一樣的黑白色 小寶寶出生的時候 我們幫他測量品重是5.7 那今天 今天是8月13號 那現在今天早上 有幫他撐重 已經是6.7公斤了 他平均大概一天 增重大概是500克左右 我們出來讓 遊客可以看到的時間的話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 很把握的說什麼時候啦 對 但是我們就是會 健身式的讓小朋友 慢慢熟悉游泳這件事情 至於寶寶的名字 該怎麼去也引發討論 目前原方不排除 進行網路命名投票 而小寶寶什麼時候出來見客呢 要等到試水穩定後 就會與大家相見歡 到時候肯定性更多人潮 園區內又會熱鬧非凡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